两国合并,超级大国即将诞生 这个消息炸出来了,网上是一片炸过 大家都纷纷猜测这两个国家到底是哪两个呢 是不是要终结美国一家独大的一个局面 是不是要打破这个世界的一个秩序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感兴趣的朋友也记得给我这个视频 点点关注,点点赞 你的一个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许多国家都是盲于战后的一个重建 学法参与世界霸权竞争的一个力量和意愿 这就让一向那种雄心勃勃的美国有机会通过 就是这个机会成为了世界的一个领导人 美国也开始了一向长达数十年的一个战略 只在建立一个有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成为世界霸主的一个道路并不是非常容易 苏联成为美国的一个绊脚石 苏联也是在众多国家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美国最大的一个敬重对手 并有微弱的一个超越美国的一个趋势 它对美国也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发起了一系列的反共反苏的行动 以遏制苏联的一个影响 这些行动包括协助欧洲国家重建 援助西德,援助韩国等等 在此过程中美国还发动朝鲜战争还有越南战争 试图建立其亚洲的一个霸权 然而这些战争都是以失败告终了 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一个资源和整理 对其国际地位造成了严重的一个损害 真的是一山不容二伙 随着苏联实力的不断增强 两国也是相互鄙视 最终为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地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场局势瞩目的一个世界霸权之中 持续了大概半个世纪 最终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 美国是成功登上了世界领袖的一个宝座 1981年白俄罗斯实现了短暂的独立 但很快被并入苏联 直到1991年正式解体 白俄罗斯正式向世界宣布独立 白俄罗斯虽然不是一个大国 但是具有很高的一个政治和军事价值 白俄罗斯是连接欧洲和俄罗斯的一个重要枢纽 这两国家的一个合并 对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 此外一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完成这个合并 也将意味着两国不仅是会实现经济一体化 而且将在政治国防等领域得到加强 最重要的是两国可以在其外部的边界 创造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气氛 从而共同对抗所有试图 干涉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主权 和国家事务的一些国家 此外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是前苏联的主要盟友 因此白俄罗斯的一个势力 真的是不容小觑 作为前苏联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是美国的一个死敌 如果说这两个国家合并在一起 对美国的一个影响和威胁将不会是最小的 因此美国是非常害怕这两国的一个合并 不知道对此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